说说看这些都是谁 豆豆 小智 尹家的两位老人 爷爷奶奶 尹建平 那这个呢 尹建平的前妻汪晴 很好 都答对了 其实她很漂亮 这样子都会被劈腿 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什么是真的呀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情 跟浪漫的婚姻呢 什么是真的呀 钱是真的 你没有钱还浪漫 没钱就只能流浪了 没时间赶赶赶紧复习啊 你跟汪晴什么关系啊 高中同学 死党 还有一个尹贝贝 那你跟尹建平正式结婚 是哪年哪月哪日 正式离婚又是哪年哪月哪日呢 这种数字的东西死背就行了嘛 你要问一点高难度的 比如说 他们的生活习惯 还有价值观之类的 好 那我问你啊 你是怎么介入到尹建平和汪晴之间的 中间都使了什么手段 如何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美人技 苦肉技 挑拨离间 欲擒故纵 落井下石 好像三十六记该用的我都用过了 连走围上记都用了 我真的好厉害啊 我是不是应该出本书叫 第三者 理论与实战之 如何将三十六记应用在婚姻关系中 严肃点 继续 既然你这么辛苦争取到名分 当上了正宫 那最后你又是因为什么 自愿离开了尹建平 结束了这一段婚姻 轩轩 其实这样想起来 我姐真的好可怜啊 她究竟是爱上了怎么样的男人 才会有这种下场 尹家就是这样无情的呀 行了 别想了 你要记住啊 这次去是干什么的 我知道 是一次不一样的挑战 要为我姐报仇 可是 不是所有的男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吧 你是不是还想着 你在香港救过的那个男人啊 想啊 干嘛不想 他这么高 这么帅 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啊 我的身体这么虚弱 明天就要使用新药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下去 我发誓 只要新药见效 从获健康 我这一生 一定守候在汪秦身边 不离不弃 万一失败 我从此不再见汪秦 永远不会再拖累他 王晴 我现在唱一首歌给你听 是你在大学时候 最喜欢听的那一首 王晴 当初要不是姐姐选择爸爸 留下吃苦的就是我 所以以后见到姐姐 我一定要对她好 永远地对她好 喜欢你淋水习惯 电话里说句晚安 我想我已经离不开你 一点一滴的幸福里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没有你的笑让我无法回忆 人生几何 能够得到指引 生命有了你 不再冷静 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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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会这样 青山 果然是女汉子的年代 在童话里都是睡门人 到你这儿变成睡王子了 你是不是以为 给了她深情一吻 她就会变成王子醒过来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 当你注视着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会起点变化 你就会 想要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照顾她 关心她 就算她不爱我 我也会继续默默地守在她的身边 能晕在大街上 身体能有多好呀 你还想一辈子陪着她呀 我拜托你 找一个健康的王子好吧 就别白日做梦了 醒醒嘛 你现在必须面对的是尹建平 和他的家人 我知道 为了我姐 为了小宝 我们必须要出发 嗯 这是给我的啊 对 公司的业绩也能够再创辉煌 基于刘总的项目 这中间也功不可没 所以我想把我名下股权的百分之十 转给你 刘总的事情是无心插柳 我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这个我不能要 话是这么说 但是如果没有你 我根本接不到这么一个大单子 所以这是你应得的 你一定要收下 收拾有快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这个你应该了解 那就这样吧 就当是 给你餐厅的投资 行吗 建平 凯文 已经是餐厅的股东 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为什么呀 为什么非得拉开我们俩之间的距离啊 为什么 我们在签订离婚协议那天起 就已经有了距离啊 没什么别的事 没什么别的事 我先走了 莫青 那就这样吧 就当是我给两个孩子买的保险 行吗 做爸爸的关心孩子总可以吧 我们俩有两个孩子这是事实吧 行吗 好 喂 林总 开会时间到了 行 我知道了 马上过来 黄青 就这么决定吧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吧 我先走了 谢谢 谢谢 不许动 为什么 这是要跟你们妈妈的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生日快乐 谁生日 快坐下 我们一起等妈妈 小小豆豆 欢迎你家了 高兴不高兴 妈妈你快看看这个 生日快乐 李王爷把酒拿来 来了 今天谁生日啊 我怎么不记得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所以在这里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在有生之年快快乐乐 孩子们爸爸说的对不对 对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都快乐 我们全家都快乐 说得这么整齐 对对对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全家团圆 建平啊 你不是有东西 要送给汪晴吗 什么东西啊 汪晴 以前都是我错了 我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 对不起你 今天借着我们这个新房子 借着这个新的开始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 对 嫁给我好吗 重新嫁给我 行吗 我请 建平 你应该知道 很多事情过去了 不能重新开始 孟晴 我是真心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快给我妈妈带上吧爸爸 来 来 戴上 你不能进 放手了找引荐品 不能进的呀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只要有心一定找得到啊 王晴 你也在啊 好久不见 狐狸 你跟建平都离婚了 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是看大家都在 好像特别高兴 所以 就带来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这个孩子姓尹 叫尹小宝 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 好 建平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你能别开玩笑了吗 不是我开你玩笑 是老天爷开我玩笑 我知道你恨我 恨到连我肚子的孩子 都不想要 所以你明知道我怀着孕 还狠心地跟我离婚 可是这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离婚的时候你怀孕 你没告诉过我啊 我不知道啊 他好像真的不知道 我本来想要成全你们 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过日子 可是想一想 这个孩子没有爸爸 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会有多可怜 他现在还小不懂事 但是等他长大了上学了 看到身边的人都有爸爸 而自己被周围的人嘲笑 他是个没有爹的孩子 你想想 他的心里会受到多大的伤害 建平 不管我们俩的过去有多么不堪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我只能把他带回来找你 行了 狐狸 你不过多那么来了圈子 直说吧 你想干什么 还要他解释什么呀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当初看见建平事业垮了 你走了 现在建平翻身了 你又想回来了 你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但是孩子出生了 这是事实 你以为有孩子 你就可以理这气壮地回来吗 我告诉你 没门 我知道你们容不下我 反正孩子是你们影家的 孩子留下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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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去哪里 谁能够做得到 你什么事 你还会知道